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中间经历了三十多年的艰辛和自知不倦的探索 他踩百家之长 慢慢在中国国画的这片原地里头 开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 我记得第一次老师看你的画室 你画一张示范的一种山水 你用了水浸在皮子之后 就用了非常大胆的泡沫方法 但你说你看一下 你今天看着这张 过几天你看 完全不同的效果 那样给我看 完全不同的那张 想不到被你收拾了之后 是另外一种效果出来的 因为那个泡沫 只是一个将画的意境扩张了 将张力发挥到出来 控制到的气氛 这个其实是气氛先做的方法 这个是中间色 把两者之间做一个调和 因为默色是很黑的 这个淡花青我们就要把整张画都放进去 要做整个画面的气氛 是一样的 写雪景我们就不会写摊 是会写深山大嶺 一种是 比较消灾 比较消灾的环境 春天是写煙霧为慢的环境 是两种不同的追求 何财安老师 擅长写重联跌障的山水烟云和树木 一年四季 神情暮雨的山川美景 在他的笔下 可谓变化万千 引人入胜 而他以湿墨 加上细不描绘的动物 英咒等作品 也都展现了他顺口的笔墨功夫 接着来来 我们不妨再近距离地欣赏 何财安老师的几幅精心力作 老师我比较欣赏你说的三岁 有不同季节 春夏秋冬 又有阳光下的月光下的 这张就是月光下的冬天的山景 对了 这个是寒山冷月 挺有诗情画以后 这张画是写一个冬天 落震雪飘震的环境 雪花点点 我们天上写了个月 会令他有一种古运的滋意 更耐看一点 那个山上飘游的寒烟 就令画的景更加景深 有些冬感 对了 还有令画面比较宏阔一点 空间大一点 舒服一点 在树上有一个流白干的雪花 很明显的流白的方法 对了 这个就是判立流白的方法 对了 令画面那种气温生动一点 不用会蒙了 因为用黑色很容易蒙的 会气温生动一点 而且趁你上来的雪山 更加有更寒冷的意义 温烟飘渺 对了 而且老师说 冬天的雪景的山 多数都会用几条色 都是蓝色或者紫色 对了 这个是蛋蛋蓝色的温柱 对了 用一个花青 石青的效果 然后再撒一些树 这个树我用了一个珍珠抹 珍珠抹粉 对了 珍珠抹粉 因为珍珠抹粉的好处 就是打了灯进去 让它比较晶莲 通透 所以今天我们用电视灯 打上去 它有点反光的 就比较晶莲贴头 像雪花的感觉 对了 对了 这张山水画 明显看到是雨后青山 是 即阳下的一个美景 这张画都 好像很有自己的 一种构铺的温味 这个画面是写下雨后的山景 因为下雨后 就将宇宙的空气洗得很干净 整个山洗得很清新 对了 很清新 濕潤了 那 因为下雨后 就会显得清明很多 拍摄了植羊射到山上 那山就会因为濕潤到叶 和山石 就反映了金黄色的 下雨的效果 下雨后 山上有很多烟蓝 寒烟 就在山上飘动日 令山上有一种更大的动感 有一种灵气 对 还有那个颜色在几样的反射之下 对 很通透 对 那些树叶你会看到是 经过濕潤了 之后反射的植羊 就有一种金黄色的鲜炎效果 令到画面就很活脱 这个时候 这个颜料里面是有一些广告彩 因为 会变得出来 对 反光的能力会更漂亮 更鲜炎 因为中文画的颜色比较清瘦 比较高一点 没有那么长眼 那些原因都是流白出来 对 流白 那些树的地方有部分影响到阳光 有部分影响到阳光 有部分影响到层次比较丰富 对 对 不 nhm 有部分影响到 对 也不至于野生 的地球 对 也不至于每年都会有较好 匯望遠處的姿勢 這種寫法是嘗試用寫山水的判墨方法 來騙騙 這是韜式判墨的方法 寫了一個底的形狀 再用小的筆觸慢慢搖擺的形狀 再用小的筆觸搖擺那些毛 令毛的質感鬆溶 那個姿勢上表達到眼睛的神 有一個不勞而威的效果 而且你搶景也好 搶得呼應也好 少許紅葉搶你的印章 對,因為利用了紅葉 突出了季節 用深秋的消索效果 利用了印章紅葉在構圖上 一個延貫性、有呼應的效果 灰枝也是用一個配脈方法 再用寫工筆的效果來描繪出來 要寫到那種瘡膜、厚重、老的效果 有時候我們經常說老師的畫畫 比較耐看 是 原來原因在這裡 像寫水墨從底上寫到面 但你用顏色又是從面去到底 所以比其他畫家多了功夫 所以耐看 這樣你會向畫面的變化 會更豐富 層次多,就可以耐看 但通常配脈不是太聽你的畫 都會有很多偶然性的東西出現 那你就會慢慢養成了 就很珍惜那個白位 那你每次配完之後 第一次考慮這個白位是怎樣用的 那就會形成了你會很珍惜了 黑白對比的產生效果 還有雲煙影的怎樣幫助畫的流動 敬心是會一種慢慢養成的雜物 所以看到老師的老白出來 你自己很珍惜那些老白的位置 會輕易去破壞它 因為你配脈來說 老白是不容易的 因為脈是會隨時走掉 你不想去的地方 老師,水和脈的平衡處理得很好 另外用顏色方面 你可以說是非常珍惜顏色 每周圍亂點 每一天顏色的時候都很仔細 因為我們脈色如果被顏色掩蓋了 那些脈色是灰的 不可以潤 所以是要珍惜了脈的存在 所以顏色就不能亂點下去了 因為我們傳統多說過 顏色不能夠影響我脈,愛脈 那就是會很緊急前人給我們的經驗 欣賞過河財安老師創作的 雲煙飄渺的山水畫精品 不禁令人心曠神怡,霞想連篇 下星期的節目 我們將會帶大家實地走入秀麗的神州大地 去到位於黃山腳下 有中國最美的鄉村美譽 人一生中五十個不可不去的地方 無緣 欣賞那套獨具風情的非洲文化 和徽牌建築 由下星期起 將一連播出四集 走進本南非洲古村樂專題 我們將會帶領觀眾朋友 一起去尋找古非洲迷人的人民風情 以及逐漸遠去的遊遊歷史古運 千萬別錯過